所谓诗变就是操作 就是操作 有五识攀愿 这就是五识的变 有六识的分别 就是六识的变 有七识的不平等 造出了中子里边 七识的变 八识上变 称为变业 又称为公分 这就是八识的变 这是简单的说法 但卫识上面讲的识变 就比较复杂一点 就比较 有此影之 事无外识 各位要了解 真正你要能够 有三语的话 三语清静 你就知道 你没有外识 所以外识 就是除了你本身 真心以外 其他都是外识 都是外识 你的四大也是外识 你的儿女也是外识 你的太太也是外识 你的先生也是外识 都是外识 外识 真正要知道外识 真心上边 所现的时候 外识是不存在的 你有真心 真心以正法来行的话 就没有这个歌中的 类嘴 歌中类嘴 外识就是烦恼 外识就是烦恼 所以有识 有识 有像 就会有变 所以在 众生 就是在识上面 引起的烦恼 识不是内识 识通通是外识 内里面 不会起色 色只有起在外边 与你内里边的真心相对的 就是外识 就是外识 有识应知 事无外识 大家要了解 想想淫 蛇受想 想性失 这无淫 也就是外识 外识 外识 所造作的 主人王 所以没有这个 你真心所现 受益不变 受益不变 那么你就 没有外识 也就没有无淫 也就不会 让你能够冲动 让你 直到你三爷 不清静 唯有内识便 似色便 所以内识便 所以内识和外识 外边没有识的 所有的识 都是内识 都是内识 内识 都是因心而起的 在心上边而起的 才叫识 像 盘远 像盘远 他是 忘我 虚妄的忘我 豪气 在盘远 这叫内识 像分别 也是内识 像 七识的思维 造成 无韵 来让你 四大专变 也是内识 所以由内识 才能造成 外识的 贬义 所以由内识 内识 才能 促成 外识的变化 所以才能够生出来 各种识的不同 就是生识 也是内识里边 促成 外识上边的变化 什么叫生识呢 生识 就是死大的 这个专变 也就是外识上边的生 外识上边的死 这种外识上边的死 外识上边的生 也都是由识上边的专变 而现成的 可以 是 亚实 外识